前段时间我们讲到等到了绿秋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少吃一些瓜之类的食物,这次再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但是有些瓜对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比如苦瓜就是其中的一种了。 制作苦瓜的方法也很多粮吧,或者是热炒烹热,又或者是制作汤之类的,常吃苦瓜能增强皮层活力,使皮肤变得细嫩健美,因此女性朋友们也要常吃我。 不仅如此,苦瓜还具有养殖滋嘎,热皮肚肾,能除血热,解脑解发,清晰凝目,意气壮凉的功效哦。 但苦瓜性寒凉,不宜单独多食,如果配上牛肉,不但可以保留苦瓜仍有的清火结束的功效,还可以达到寒热平衡的目的。 苦瓜和牛肉真是最佳伴侣了,历秋后这瓜需多吃。 不上火生病少,对老人孩子最好,下面这道牛肉炒苦瓜,赶紧学起来吧。 1.牛肉炒苦瓜 烹饪步骤,一主要食材,牛肉,苦瓜,豆豉,葱姜蒜2,苦瓜洗净,去饶,片成片备用,葱姜蒜切末,豆豉酥粗切粒3. 牛肉切片,用淀粉,少许食盐,胡椒粉,加一点糖和料酒抓鱼腌渍10分钟次,苦瓜入沸水中捉水,捉锅水的苦瓜快速过两五,锅中放宽油,油温五六成热,放入腌渍好的牛肉滑炒。 滑炒至牛肉变色盛出备用油,用锅中鱼油放香葱煎蒜末,豆豉鸡爆香调料后放入捉骨水,得苦瓜和牛肉快速翻炒吧,翻炒均匀后加入少许胡椒粉,蚝油,少许食盐,少许白糖白糖不喜欢放可以不放,其实是吃不出甜味的。 九,再次豆炒均匀即可,苦瓜的营养非常高上面,也给大家详细讲解了,同样上面给大家介绍那一种自己比较钟爱的苦瓜的制作方法。 牛肉是非常滋补的食物搭配苦瓜一起就非常的完美了,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苦瓜过于苦我们无法品尝,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提前将苦瓜用水泡一下。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